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奇妙的气氛 大家如果听了这一集 觉得有徐徐的唱歌声 就是人家在尾牙 对 我们在尾牙旁边的专场 然后在录Podcast 不错 还蛮适合的 我觉得现在有个清风的气氛 是 大家好 这也是人造人喜 局万事屋第108集 那这一集呢 继续为大家访问阿福 你好 那这一集呢 就是想跟大家解说一下 就是阿福哦 他是一个每天都在 三咖啡 脸书 粉丝页 日更发文的人 日更 而且写的 我觉得算是生动有趣 那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有follow三咖啡的粉丝页 然后觉得 哦 这个人 就是写文章很有趣 后来发现 他每天写 而且 据说一开始日更的时候 粉丝掉了几千人 然后有一天忽然间逆转了 累积到现在 居然变成五万四千人 五万四千人粉丝 我觉得这个很扯 就是 二三啊 跟卡米蒂的老板 都没有办法做到这种事情 靠着日更文章 累积到五万四千人 是老板的写作的粉丝 这全台湾第一间靠写作 吸引客人的喜剧场馆 所以我会想问你 你为什么一开始 你会想要日更写作呢 首先前上一集 有介绍我是过动嘛 对对对 所以我是ADHD 是 所以我其实在脑海里面 会飘很多东西 对 不要看我的行为 动作很多元 其实我脑海也很多元 那在很多多元当中 为了控制我自己 我时常都会写日记 所以我写日记也习惯 那其实 因为我已经经营了 快五六七八年 然后这段期间 其实很多那些 客人的故事啊 客人所发的事情 我都在我的内心里面 脑海都记着 只是刚好有一个机会是 因为我有一个员工 帮我写FB就离开了 就说 那就只好我自己来经营吧 那平常他写的东西 都几个人按赞而已 就我来开始写 我没想到越写越成 变成这样子 真的也是一个因缘巧合 这告诉我们运气 多么的重要 运气很重要 这个是实力 运气加实力 就可以让你五万四千人 真的是很夸张 因为我自己之前 也试着日更 然后我目标就是 我日更三十天嘛 而且我尽量要求自己 写一些言之有物的 有知识的东西 那我发现 干日更很辛苦耶 常常会觉得 自己写不出东西 但是我看你 日更文章 你的内容就是 很生动丰富 就我感觉不到 你有日更卡关的状态 所以想 请问你有没有 日更写文章的 诀窍或心得 好问题耶 你会卡关 还是因为DHD的关系 让你就是把那些 很多的想法 写出来 对 我建议各位想说 这是我们的优点 ADHD的唯一优点 就是想法很多 所以我们也想法很多 然后 我们可以用很多 不同的新角度 切入一样简单的事情 就例如说 我要写一颗苹果 我可以用十种方式写它 对 所以同样的客人 我可以用十种 不同的方式写它 色色的 有趣的 幽默的 难过的 过的就是 他内心世界可能想什么的 我自己猜想的 任何的状态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文笔去呈现 那 其实我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试探性写法啦 因为我本来最初 想说只是写个好玩 所以我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不同的探索 性的写法 看观众的反应如何 我后来发现 故事的表达 让观众的喜爱度更高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 先写为主 那刚好我客人 都有很多怪的事情 我就把它写进去 每天写的步骤 也很简单 就是 我有一个日记 就是我有个 你就是 iPhone有个记事本吗 对对 我看到谁有有趣的 小短短的内容 我就把它写进去 打个比方 例如上个礼拜 我跟我朋友去坐健身车 我系了安全带 他们两个都不系 他们就很 奇怪看我说 你怎么系安全带 我说我系安全带怎么了吗 对啊 然后那个 就是这个小moment 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把它寄在我的iPhone里 那你的观察力很好 然后我就 刚好今天我写文章 我就写有关系安全带的事情 哦 那这真的蛮重要的 就是写作上来说 真的是要仔细观察周围 有什么小事 然后刚才又快记录 在记事本里面 然后有一天就是会用到它 对 我就是每一点点 每一点点 就例如说有员工搞不清楚状况 诶这搞不清楚状况 我就可以写 或是客人掉了东西 诶我就掉了这个东西 可以写 就甚至打电话过来 要定位 然后突然又不定位 这个我觉得有趣 也可以写 就每一点都有它可爱的地方 还有我们人对的反应 而且我自己觉得 看你的文章有一个 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你的小剧场很多 然后我今天聊了 跟你聊才发现 诶是不是因为ADHD的关系 让你小剧场很多 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剧场比较是 我有把它观察出来写出来 嗯 其实我发现每个人小剧场都一样 哦哦哦 例如说我的员工突然 借定位 而很高兴 过了十分钟 又 他又打电话过来 说他不要 哦 我员工就会挂电话 不爽 然后 气那边老半天 虽然没什么好生气 但他就会气 嗯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可以把它写出来 但他本人没有发现 嗯 嗯 哇 你观察力很好 对啊 我发现我观察力很好啊 观察力很好欸 哇 这个就是一个量产的秘诀 因为我自己 最近也 两三个月也开始试着 把一些小东西写下来 我还自己跑去特训 我拿了笔记本 去台北车站那些 那个大厅 就坐下 我拿笔记本 把周围东西全部写 然后发现这个有效 这个就是一个锻炼观察力 跟累计定感的 一个小撇步 我觉得跟你的状态 可能有点像是 你就是把周围看到东西 干我就先写下来 那以后就是 我有一天用到 但我觉得 我也不是太刻意去练习 嗯 我只是觉得说 他可能会需要什么 嗯 我才用这种方向去想 很实用 我觉得大家如果 喜剧演员听到这里 觉得平常写东西卡关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就是观察 然后觉得有一点点有趣 或是不有趣 都没关系 先写下来再说 以后就有可能用到 但最主要还是要看 就是有多少人按赞 有多少人看 有多少人留言来决定 哦 所以你还会去检讨说 这个写的东西 大家喜不喜欢 然后你再调整吗 我会看 嗯 首先早期我比较不清楚 所以我是先看按赞率 嗯 后来我发现我不能看按赞率 我要看触及率 哦 就就是我发现 按赞率跟触及率 有两个区别 首先是 例如说我打的比方我嘛 我是个内向 闷骚的人 所以我看别人的文章 我会觉得很有趣 但我不会按赞 嗯 就我内心是有反应 但我没有按赞 可是我会把它完整看完 哦 我懂 然后还学到东西 但不代表我会留言 我会按赞 对 可是这篇文章 对我印象 有 所以我发现这就是触及率 嗯 那其实我会每次看我的文章 有很多人会被 按赞数给搞混 没有按赞数 永远会按赞到那些人 对对对对 可是真正会看你的文章 都是会触及到的那群人 他们的反应如何 嗯 FB都会换算 他可能看你的文章的时候 时间花的时间有多久 哦 然后觉得你这个东西 直入的再去被推广 哦 哇 好有学问 对 所以我已经从 就是FB的很多的行为当中 我换算我的行为怎么样 那我会确定我的写作 有个特质就是 我的笑脸比按赞还多 嗯 就是你不知道 按赞不都会调整笑脸 或爱心或哭泣吗 对不对 我一定会调整笑脸比 按赞多 那确保 确保我知道这个东西 是一有效果 嗯 然后它是会被大家想宣传出去的 哦 哦 哇原来 原来写作还要后续的去反省跟检讨 才能慢慢提升 然后甚至还思考说 有没有东西我要再减少 因为一千个字会让人看得很累 所以我会把一千字三千 一两百个字 甚至有一些人物觉得不需要 就把它去掉好了 嗯 嗯 对 我会把一些杂的东西去掉 所以变得很干净 嗯 哦 好厉害 难怪可以累积成很多的粉丝 这是我觉得大家要学的地方 哦对 真的 真的是一个学问 那我还再来是想问说 从你的文章呢 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客人 还有你的文章粉丝们 跟你的互动很乐落 就留言的会有一大堆人 然后可能还有人 看了你的文章之后 特地来这里喝咖啡 这样子的感觉 那你觉得你开始写作之后 对于三咖啡有哪些改变呢 我觉得我的员工跟我的互动 会变得不太一样 哦 哦 首先是他们都会说 老板又是来看你的 老板又是来看你的 老板这是你的菜哦 然后就 特别讲一些会被写进去的话吗 还是来逗你 然后有一些粉丝就会来 然后就是很兴奋说 我会被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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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故意就是穿了什么 很短很短的裤子 然后不然就是穿很漏很漏的 哦哼 对 他们想要入镜 就是想要进入到我的文章里面 然后我就有时候如他所愿啊 你现在穿得那么如此露骨 那我这不写太可惜了吧 哦好好笑 好奇妙的状态 对没错啊 还有这样子啊 这好像我以前看那种电玩直播 会有人抖内 然后就是想办法在上千上万人的观众面前 就是要来个互动 就是抖内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粉丝 他们会送东西给我 哦 尤其是送书啊 其实有些 你看这边卡片都有都是粉丝送的 哇 对 然后就是 我会很认真的看 而且他的送给我的书哦 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边写的书 自己边写的书 然后我真的就会把它好好认真看完 对 这个是需要的 然后我看完就会发现 嗯 真的写不是很好 嘿嘿嘿嘿 没有没有 可是 因为他不是商业书 他不是在出版社 真的在书面 就是市面上所办售的那种 所以他是自己写爽的书 然后我就会真的很认真看 嗯 然后我就会真的很认真思考 OK 为什么会写得很好 为什么乃夫分写不好 嗯 因为里面还会推一些 什么其他的东西很奇怪 所以导致就是 哦 这个东西我慢慢的可以感受到 呃每个粉丝想跟我互动 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那我可以跟粉丝互动说 我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说不定也可以帮到他们什么 嗯 我觉得是一个 更深层跟粉丝互动 一个新境界 因为我以前是没有粉丝的 我觉得应该 就是可以跟粉丝互动 是一件事 跟粉丝成为朋友是一件事 对没有错 我现在还有粉丝成为我员工 又是一件事 对对对 好神奇哦 第一次听到咖啡店老板 是做成这个样子的 对我已经不用找104了 你知道吗 谁要来这边打工 老欢迎来哦 你们的员工福利 就是变成文章 对啊 会变成文章哦 这样子嘞 好神奇 那客人会 客人数量有变多吧 应该理所当然 有 客人数量变多 然后很多 特别的客人会出现 呃 例如说要 就是要自杀前的客人会来 什么 什么 就是那种 自杀前的客人会来 就是说他会说 老板我要准备自杀 但我想先来喝你咖啡 哦 就是一种我觉得 他觉得他生命完蛋 他要给 要用我来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觉得生命很好 他还要特别先跟你讲 让你把他写成遗书 是 对我不知道他是想怎么样 但我会觉得 我就说 哦你要死那句实啊 没关系 不是哦 你要自杀OK啊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 充分的想好了 呵呵呵 我觉得你 你只是告知我而已 你真的有一种那种 深夜食堂的感觉 我说既然你要确定死 那好吧 那我可以陪你一下 你可以 反正死之前 讲给我听嘛 对对对 也不差 对不对 反正都要死了 mandate 时间也无所谓了嘛 对不对 钱都给我嘛 哈哈哈 想想干话 真的要干话 先说跟他 混淆一下它的注意力 然后可以 就会会觉得 好像不想死了 对 对 一边想干话 一边推销蛋糕都给他吃 然后心情变好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真的太奇妙了 那客人变多之后 客人的氛围会不一样吗 就是可能一般的咖啡店 大家来就是聊天 喝东西 看书 那现在客人不一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比较躁动 他们也会跟你一样 观察咖啡店的事情 有 他们会跟我观察 我咖啡店的事情 打个比方 咖啡店里面 如果出现的植物 大部分都是我的老婆 我都很惺惺的照顾 我会把它写成文章里面 真的会有粉丝 专门来看我的老婆 多过于来看我本人 哇 好奇妙 然后真的会有粉丝 专门是来看我员工 多于看我本人 这好有趣哦 然后真的会有粉丝 真的就是来看艺朗 看画廊或是看喜剧 就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找 各种想要来看 这边的一个氛围 有人真的是专程从高雄来 或从台中来 甚至从云林来 那还有就在那边 真的就是坐飞机来 就是说 从马来西亚来说 我专程一定要离开台湾之前 一定要来三咖啡 来香港来我这边特别多 还有专门是澳洲 或是从英国来 哇塞 就是说 我就是要来看三咖啡 看这里的氛围 那很多都没有跟我约 我再次强调 你要见老板 麻烦你 在FB的那个什么讯息 发老板说你会来 我才会安排时间 你不要突然就是 你要上飞机前一个小时 然后跟我说你要来 我赶不回去 对 真的是这个样子 大家要先打个招呼 当然我还是很感动 这个时间来了 其实刚刚我最后一提 有说 有没有遇过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粉丝客人 我觉得那个自杀的 我就觉得 哇干超印象深刻的 还有很多啊 还有很多 有来介绍一下 从英国来 我也觉得印象深刻 我天哪 对啊 就是从英国来 印象深刻 然后他会录 哪录都很重 对不起 是 入 肉乳 这个风 很严重 那个很明显 超想入境的 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说 你在勾引我吗 确定你在勾引我吧 你应该是勾引我吧 然后我就 觉得应该是勾引我吧 我就有点比较主动的 跟他hello一下 他跟我讲他是less 然后呢 就说老板 我只想看你反应而已 这很好笑 他故意的 真讨厌耶 真的很讨厌耶 我还有就是 有一个粉丝 就是他想要 喝 我做的咖啡 然后要吃魔法布丁 然后我的魔法布丁 我会念一下咒语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 就是 简单的咒语而已 他说 老板 我专程从高雄 坐高铁上来 请不要给我这种咒语 你要给我嗨的 你是说我要变那种 变身魔法型的 美少女战士的 他说可以吗 做全套 我就说好吧 我就真的 很认真的 很认真的 跳一段 那为了避免我自己 些会尴尬 我全程我眼睛是 闭起来 集中我的精力 在布丁上 撕上 我这辈子 祝福的魔法 在那里面 这位客人 赚到啊 然后这位客人 吃了一口 他流泪 知道吗 超感动的 就是没有人曾经 这样对我老板 我爱你 然后他是男的 然后他是game 干 这些客人好疯 可是我觉得好可爱 我觉得这些听起来 超级可爱 他们很开心啊 但我觉得他们开心 我也跟着开心起来 我觉得你服务做到 非常透彻 我是头牌呢 一个布丁的价格 就可以要我呢 对啊 超级有趣 我这里光是听你讲 这些故事 我都觉得很有趣 所以阿福就是 去年也把这些 有趣的故事 写成一本书 叫做 《非常他非电》 所以想请你 介绍一下 这一本书 而且是 这本书应该是 有出版社看到 你写这些文章 觉得我看很怪有趣的 然后让你把他 集结声策 其实很有趣 就是当我 发现我的关注度 被打开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出版社好像会来找我 其实虽然我蛮自大的 但我突然觉得 好像会来找我 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下什么 然后我就自己先 提前准备一下下 然后真的没想到 出版社就联系我 然后是远流 对 他就说要不要 输出看看 那对我而言 我觉得我是属于 废文写手 不认为我自己是个作家 可是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真的把我 一年份的文章 印出来 编好 看过一遍 然后感觉 然后他说一句话说 这种写法 在这种影视社会里面 非常难得 因为非常有画面感 他问我说为什么 然后我跟他说 因为我中文没那么好 我没法用很深的中文 我只能用很表情的中文 写出让大家看得懂的 对 然后我的断句 你的句点都不太会乱用 不太会用 我是乱用的 因为我是国外长大 所以我中文不是按照 台湾的这个教学的中文系统写 所以我是按照我自己 觉得我自己比较容易 看得懂的写法去写 就很浅白易懂 浅白易懂 没想到在大家眼里 是会有画面感的 所以这就成了我这边的特色 那我也这边讲说 我可能中文真的不好 他们说没关系 他们有编辑会帮我们修改 他们都是中文系的 我说这样子啊那好 所以也是这样子 开始才有这样子 第一次的一个合作 他们选择我的文章的风格 我以为都是觉得有趣的 没有 他是要学里面比较感人的 因为受众观众 比较不无一样 而且感人的东西 会比较有记忆点 而且谁知道 真的出来的时候 是亲子类的 受到欢迎 很多父母 就是育儿这方面 他们一定要选择里面的几片 宝可梦那一个故事 对就是要如何照顾小朋友 这种类型他们超在乎 我自己觉得书本 书本的界面 跟网路界面不一样就是 变成书本的时候 他就很变成 很有一回事 网路上可以真的让人觉得 写废文无所谓 写一些搞笑的 悲烂东西无所谓 但是写成书本的时候 好像就会真的去在意说 能不能touch touch到别人心坎里头 对 因为我有曾经写过幻想文 我有确定幻想文 没办法打动人的心 那个重量感就不一样 因为闪文 因为我是个观察型的人 我不是充满想象力的人 所以我没办法想象一些事情来 可是我可以通过观察 我会注意到那些细节 我可以把细节写出来 所以才可以写出那些东西来 可是我没办法很有效的 每次都出那么狗血剧情 因为狗血剧情就那几个 对对对对 并不是随时都有人自杀 狗血剧情就那 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 其实我这边也很常上一个狗血剧情 但那都不能写 是因为要当事人同意 对对对 没有错没错 以前我还可以红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经过 当事人同意的时候我先写 然后他们没有告我 嘿嘿嘿 所以我还安全 可是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要保护我的形象 所以我现在不能这样随便写了 嗯对对对 写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先问一下 对 那是了解这本书的来龙去脉 真的是很有趣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我应该先把那本书买过来看一下 然后来比对一下 网跟网路上有什么差别 我才能问更多东西 哦真的有 真的有差别 真的有差别 因为我都可以讲差别 没关系 哦真的啊 你可以讲有什么差别的 你觉得 首先里面有收入大约三十篇故事啦 那三十篇故事当中 其实网路上都是精简版本 我有刻意设定就只有 七百八百个直升值到一千字 最多不超过一千 可是出版社现在会写到两千 哦 那两千对我来说容易不容易 超容易 因为我原本每个故事 大概都写两千字左右 我把三减成八百 哦 所以版本也会不一样 所以版本内容会不一样 那你会看到的细节会比较多 会比较更容易进入那个世界 你会看那周围世界会更清楚 然后就是人物的状态会更细腻 嗯 我是因为真的碍于因为FB的写作氛围跟宣传 传播力的氛围我才写得很精简 但其实它是更有魅力的故事存在在那里面 嗯 我还里面还写了十多篇 然后在FB没有写过的故事 哦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书迷 或者是网路上迷 应该很值得去买一本来看 哦对对对 会看到不同的氛围跟出版社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的点 嗯 没错没错 那再来会想跟阿福聊的是 阿福最近开了一个podcast叫做 讲别人坏话真开心 所以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个podcast 还有为什么想要开podcast呢 是这样子哦 嗯 你不觉得最近的正能量太多了吗 我FB也正能量 我什么都正能量 对啊 对啊 不行我要有点负能量的东西 所以我决定要讲一些别的坏话 嗯 我刚开始也觉得说 我要讲别人的坏话 我想讲别人坏话 我不能只写别人的坏话 因为文章呈现又太可惜 对 然后文章还要问对方的同意 对啊 那我如果写文章的话 又感觉好像会被 不知道就感觉怪怪的 又不是我文笔会写出的东西 我决定用说的 嗯哼 然后我就找了一位就是 我另外一个员工 曾经也就是会讲 蛮会讲话 蛮爱八卦的人 然后再跟着Michael 嗯哼 我们三个大腹黑 然后就弄这个腹黑型节目 嗯哼 就是讲别人坏话 然后内心真的就 就真的很开心 哈哈哈哈 很舒压吗 就是很邪恶的开心 可是我们觉得 我们讲别人坏话 刚开始还蛮保守的 哦哼 然后慢慢的 讲到有点色色的 讲到十八镜 但慢慢变成二十四镜 现在变成三十镜 哈哈哈 你知道有的时候 自己有点听不下去 因为里面讲了很多 人性面的事情 到我觉得有点不太相信人类 哦 就是本来最初 我们本来讲别人 八卦 就很好笑 就他有小三嘛 就这样嘲笑别人 可是我们讲到更多 有些人他偷偷杀人 哦 或是有人被绑架 哦 然后真实被绑架的事情 嗯哼哼 还有我一个朋友 他就是跟别人走路 然后他朋友被枪杀 哇哇 被爆头 然后被爆头这件事情 并没有被新闻爆出来 真的已经到一个很黑暗 就是 就是很黑暗的程度 我甚至还有 我周围几个朋友 他人生所发生的事情 例如说我朋友还被关 嗯嗯嗯 然后为什么被关 这个其实在社会上 也并没有被注意起来 所以我想用另外一个层面 去说这件事情 嗯哼 我觉得你们节目 可能一开始只是 轻松休闲类 到后来可能会变成什么 写式犯罪节目 我觉得有一点快接近到那个程度 但我只是讲别人的故事而已 好扯 对而且我们还要确定 这故事的真实性是怎么样 对啊 然后还要确定就是好 那那个真实性 你要不要调整一下 让当事人比较不舒服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都有做这种调整 嗯 那我觉得 目前听起来觉得 可能你们节目 还没有找到一个 明确的 等级吗 就是 轻松讲坏话 跟犯罪写实 是完全两回事 完全完全两件事 因为我们没想到 因为我们本质都是讲别人坏话 因为那个算是别人的坏话 嘿嘿嘿 坏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已经变得很劣奇 对就变劣奇坏话了 所以我们又讲说 要不要怎么调整 但后来想说不了 就按照原来的方式走 嗯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坏话都讲完呢 因为 人会做的坏事 其实没有办法多到可以一直讲 我们最初也这么想 哦 结果发现越想越多 哦 哇 妈妈是因为 我们一直都 会原谅别人对我们做的坏事 对确实 人是这样 然后原谅就忘了 我们只是没想到 当我们在做这个 Podcast的节目之后 发现对我们坏的人蛮多的 哦 记忆被唤醒 记忆被唤醒 而且 也蛮难过的 嗯 也觉得应该要讲一下 那讲完之后 会觉得自己内心 负面被释放吗 那些 有觉得自己有被重视一下自己 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应该被原谅的 哦 那有的时候我们原谅对方只是因为我们懦弱 我们想说原谅比较简单 哦 合适您的这种东西 但其实自己心里没有放下 其实该生气要生气 我也是在这节目当中学习要怎么样生气一下 嗯哼 虽然我没有在我的节目中表达生气或愤怒啦 可是我觉得是给我一个字体一个简单的交代 嗯 就是原来曾经我忍好别人有用别的方式来对待我 我原来发现蛮不好的 嗯 然后我自己也没有发现 我是弄了这个节目之后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 哦 然后我想说我为什么会忽略这么多 是因为我忍好吗 我还是分析一下自己 有发现可能不是我忍好 是我懦弱耶 哦 那从中间我也有做了调整 就要怎么去弄 但是我发现 每个人 我觉得周围都会发生或多或少的这些坏事 对 你要怎么去面对或对待它 好像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 嗯 我觉得因为我只有听一集 我觉得哦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但是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一个核心的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可能是这节目应该去做的 就是讲别人坏话之后 更重要的是什么样审视自己内心 跟我现在解决了吗 我放下了吗 还有我可以从以前这个回忆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怎么保护我们自己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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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难哦 打个比方例如说被 被枪杀的那一位 他被枪杀那一位 是因为他 父亲就是黑道的 哦 对然后他就 他只是小孩 但他就被爆头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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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跨张吧 跨张 超跨张 这才台湾发生的吗 台湾发生 天呐 照覉uster在新北市 好扯哦 对不对在新北市 所以就变得就是然后 如果我是那小孩我要怎么办 如果知道我父亲是做这些事情的话 嗯 Chris 对其实这个都是会有一些 跟我们一个小提醒 我们该怎么去弄 但这个有时候就太难了 超出我们的能量 可是这些有真实发生的 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 用另外一个思考去看待 因为它可以 就是一个被别人觉得 谈笑丰盛的玩笑 就放一边结束了 可是我们唤醒 它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要多注意跟小心 这种人生的黑暗面 还是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变成 这就是我们讲别人坏话 真开心的核心 那我觉得你这个节目 现在有 聊到这边 我觉得这个节目有个主軸 就一开始是好玩 然后变成犯罪即使 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心灵上的预料 心灵上预料吗 心灵上预料 是黑暗版本的心灵预料吗 就是你把自己遇到的那种很干 别人辜负我 把这种事情讲出来之后 这首先是预料 再来就是开始针对这个事情 来一些反思跟自我审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层面 所以我刚刚想到的是说 可能你们三个人 遇到的坏事 都清空了之后 你们再邀请来宾 跟他讲他遇过 那个来宾可能有 特别想要干掉的事情 但当然可能也不太方便 请一个来宾 因为那是来宾就开始 来宾讲别人坏话 对对 来宾讲别人坏话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也是有损道德感 我必须得承认 因为你毕竟是在讲 别人坏话的事 但我们不会批评 对方做坏话 因为毕竟是那个事件 对 对就是遇到那个事件 该怎么办 因为那个事件 就很靠杯很衰 可是因为靠杯会衰的话 你该怎么办 对 讲别人坏话 就一定会有遇到坏人 就讲自己遇到坏人 跟你从后面之后 学到什么东西 我现在想也可以想到一堆 对啊 就打个比方 里面有个节目 我觉得印象很可怕 深刻的什么 就是有一个人 就是被绑架吗 自己的家 被闯门进来 然后被绑架 然后你被软禁 什么恶心的东西 你不觉得是 现实生活吗 现实生活 好扯哦 然后到最后是跑出来 好扯哦 夸张吧 嗯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是什么 一对夫妻 嗯 OK 然后那位先生 直接让20个人 嗯 欺负他的老婆 好恶哦 你你你你懂吗 这是 这是个很恶心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拍在A片 觉得那是A片 不是 现实生活 我总觉得好恶哦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这个 没有因为我 那个是听我那个另外 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讲说 你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对 然后 但他也觉得说 阿福你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 嗯 然后我才发现说 原来还有好多这些事情 每个人都有 我觉得每个人或多 一定发生那种类型的事情 有有有 一定 有小时候原生家庭 被 被老爸打的 嗯 对 被家人打的 或者被谁数落的 嗯 或者是 绿帽被绿戴得很糟糕的 嘿 都有 但是我 我只能点到这边 嘿嘿嘿嘿 这就是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好真实的 嗯 社会黑暗 但是又有预料的一面 那我会想 再来是 延伸一个话题就是 那今天是来录我的节目嘛 那你觉得跟 录你自己的节目 讲别人坏话 真开心 这两个的感觉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都还是很自然的做自己 嗯 但比较不一样是 因为我要讲别人的故事 对 所以 它不会是我的亲身经历 所以我讲话会比较卡卡的 哦 像例如说 你访问我 讲我任何事情 我就很自然的讲 可是讲到别人的故事 我或多或少 一定会有一些缺失的讯息 毕竟不是那一个人 因为我并不是当事人 是 所以我并不知道会发什么事 对 所以可能我还会说错 都有可能 所以 但不要 但不要紧 我只能把那大概讲出来 但是比较不会有那种临场感 嗯 对 我只能就这样区别在这里吧 那么 再来下一题是想问说 就是阿福啊 我们这一集也可以理解到 阿福做自媒体成绩很好 就是写文章很好 那现在做了Podcast也是 我听了好多我有趣的故事 那之前有听Michael说过说 阿福对于喜剧演员 该如何经营自己啊 如何宣传行销 也有独到的见解 所以想请你对于 喜剧演员的宣传行销 提出一些建议 这也是我之前听Michael讲的 就是他在意自己红不红 我们上集也提到了 那我自己也是超不红的 那对于你这样子是一个 经营到五万多粉丝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哇 漂亮的数字 所以我想请你介绍一下 对于宣传行销 有什么建议呢 哇这个要思考一下 好啊 首先我是有受到 触及律之神的眷顾 虽然我会把好运放进去 但我有曾经就是 好好分析我自己的文章 我有的时候 我还会自己小看 我自己的文章 这样讲很奇怪 但我会小看自己的文章 是因为我还不够了解 我自己的文章 为什么会变这么有名 然后他其实有一定的程度的规律 对 然后甚至我还思考 为什么我跟家喻会先红 麦扣跟大义 或是很多喜剧员言 还卡在一个状况是什么 对 发现是 我跟家喻很做自己 是的 然后我们会很没有一个边界感的介绍自己 就例如说 例如说 各位看到我文笔吗 我觉得很害羞东西我就写很害羞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 家喻好像没有特别的价值 对 那所以我觉得价值是一件事情 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我当下就是这么想 我就这么写 家喻很多的段就是当下就那么想 他就那样子写 所以他们就是很做自己的去说那个事情 那对于很多喜剧演员 他有个特质 他后面有两个字是演员 演员 很多人演出来 对 可是演不是自己 我觉得不红的在这里 哦 诶 哇这好难 我打个比方好 我老实说这很难 就例如说好 例如说麦扣他表达喜憨儿 对 你又不是喜憨儿 对啊 那你演他干嘛 好 那同样事情是 好 那大家要记得 你是喜憨儿 嗯 可是你不是喜憨儿 那外面还有那么多厉害的人 那他就记得别人了 嗯 那他只知道你是很厉害的演员 嗯 但他会忘你名字 嗯 因为你没有任何有泪有肉的东西 让我记得你 嗯 家喻有 我有 可是很多人都演出来 这好难的 对啊 对啊 没错 因为我不知道你啊 就是你要什么东西 就例如说好 你要我说 呃 大意好不好 大意的表演 对 我不知道大意的私事 哎 大意有表演过他的个人的私事吗 嗯哼 没有 他表演别人 对 他会把一个别人的或者段子 有趣的事情夸张化 有趣的事情表现出来 让大家笑 嗯 笑完了 然后呢 嗯 这照好像是慢财的人的硬伤 因为他们在演一个东西 对 嗯 同样麦扣也是 嗯 他那时候有讲很多不同人的段子 他没有讲过自己啦 大家不记得他 嗯嗯嗯 他会讲或嘲笑别人或者是这些方面 我觉得是喜剧的一个特质 但是 他也在那里 并没有讲到自己 嗯哼 然后 我有挖掘到几个特质是 奇迹远远 很高几率 是因为自卑 不好意思讲自己 嗯 会怕呀 老实说很可怕 而那个被怕的这个东西 会被观众闻出来 哦 哦 所以观众会觉得你不真实 那我在选择不真实跟真实的人当中 我先选择真实的人 是的 是的 而在这个方面上 就是麦扣这次表演有很大的突破 对 而这个是我闻得出来 因为我只能分析我自己 或我分析家喻 或甚至我分析目前有名的那群人特质 然后来看待 嗯 因为柏文就是打个比方 柏文就是很有名的柏文 就是他就是那个样子 对啊 确实 很有名的Jim 他就是那个样子 他也不用演 他就是那个样子 他说不定私下的那个德行 I don't know 可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 就那一遍很真实的他出现 哇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 因为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在 开始在想啊 那我平常是什么样子呢 但问题是我台上台下 差超级远 我就觉得 对 你也可能要 变自己一点 嗯 可是 因为我的状态比有点像是我台下 很内向 安静 可是 我的壳里面 有一个很中二的灵魂 他平常不能出来 但是我在台上的时候 才有一个安全的界面 把他刷出来 那那个中二灵魂就在台上 讲一些很反社会的事情 那发泄完那些负情绪的时候 他再说回我里头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要我在网路界面上宣传 做reels啊 写文章那些东西宣传的时候 都好像不成立 因为两个都是我 内向的我是我 跟那个中二灵魂的我也是我 我就觉得 这样子的话 我不是要怎么做 我觉得要找到自己可爱的地方 就自己坏坏又可爱的地方 自己觉得自卑又调皮的地方 就是用另外一个层面 喜欢有缺点的自己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写我自己 所以我觉得我文章 大家喜欢看是 因为我其实某方面 算嘲讽自己 比如说我就喜欢大奶 不然怎么样 想怎样 可是大家都会喜欢我写这样子 而且会发现一件事 我有写很多 很竞技的团体 比如说BDSM 或者是说同性恋这方面 可是我写他们 他们都没有讨厌我 因为我是写某方面很可爱 另外一个他们 而他们就因为觉得被可爱 大家也看了也觉得很可爱 结果这个团体 就是一群可爱的人 大家都可爱 大家都喜欢 切入角度的问题 切入角度不一样 就包含就是 嘉玉讲的一些段子 性勇敢这方面的内容 他已经救了多少女性 真的 在这种每个人挑战的 那个极限当中 我先以自己为个标准 去做每个尝试 我觉得跟你写别人故事 或讲别的事情来之后 我觉得那个意义大更多 大家想要看有血有肉的东西 对 对 这是人 对 好棒 我觉得这一番谈话 受益良多 会觉得 好像可以试试看 老师说太多了 有趣哦 好严肃哦 但我觉得我就喜欢 听这种有料的东西 有这个切角 要从一个真实呈现自己 然后又可爱的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建议 就觉得不要想说自己 一定要怎样怎样 因为老实说 我是一个超级害怕做reels 我没有办法看自己影片 我觉得干真难过 看得真别扭 我真的 会对自己有很多批判 但是听了你这个话之后 会觉得 批判归批判 也许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有点丑 但是又可爱的地方 然后想着这件事情 然后去宣传 也许我就不会那么的 批判影片里的自己 其实某方面有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看自己 对不对 用另外的方式来看 是很多人讨厌 镜子里的自己 对啊 那这个逻辑也很简单 是因为你自己 本来就不是你自己的菜 哦 好 是 首先我们本来就是异性恋 我们就喜欢男生 对对对 我们就喜欢女生 所以变成就是 你不是你自己的菜 你当然不会喜欢 而且我觉得做影片的时候 自己那个 完美主意会发作 会让人觉得 啊 我好像太胖了 要瘦一下下 我再瘦一点 不就好了吗 该怎么去弄 太难了 为什么那么僵硬 之类的东西 听了你今天讲 会觉得 嗯 真诚嘛 那个是我 这个也是我 胖胖那个也是我 就接受这个 有点缺陷的东西 然后 用稍微可爱一点的方式 去推出去 也许这样子就会 少掉一些 自己不敢让别人 看的那种情绪 会更真诚一点 没有我也说不定 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 你觉得自己不好看 可是别人会觉得 你超性感的 你的大大的肚子 你那个 你然后你头发还 那什么 你背后的头发 还有一冲 然后翘起来 对方都觉得 好可爱 好性感 好可怕 你这个奇怪的 这个原型眼镜 大家都觉得很可爱 哇塞 大家的就是 我跟你讲 每个人的菜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菜是不一样 好 我自己要坦荡一点 坦荡一点 负义良多 好 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 三咖啡本体 还是一个咖啡店吗 所以想请你推荐一下 店里你最喜欢的饮料啊 餐点 甜点之类的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咖啡店 都是会推荐美式咖啡 美式咖啡 不然就是拿铁 其他的都是变化 所以一般来讲 要确定个咖啡好不好喝 就喝他的美式咖啡 不然就喝他的拿铁 因为那个都是 每一家店的灵魂 而且在每一家咖啡厅 都有他们专门的选斗 我们的选斗 就是美式咖啡 就是天使斗 那天使斗来自于 四个不同原地的咖啡 所以它有烘焙感 又有咖啡压有的酸度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和经典款 学到了一个知识 是的 那餐点跟甜点 有什么建议的吗 餐点其实就是 我们自己都是 现打现弄现做 所以我们餐点 这边点的话 要十分钟才来上 所以我们都要亲自去弄 亲自去切 然后亲自去煮 有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 拎杯就是我来做 就会吃到我的手艺 偶尔可以吃到老板做的 不错不错 那最后呢 就是阿福 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你可以介绍你们的粉专 Podcast或是 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就是工商时间 太好了 首先是非常感谢 所有的粉丝 或是各位朋友们 然后来听这个节目 然后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学到了很多 因为我可以再思考一些 不同层面的自己 然后上咖啡的粉专 其实是因为大家的故事 而出现的 那其实也是因为大家想看 然后我才会有动力想写 其实要做到日更这些事也不容易 不是因为给自己一个自律 而是因为我是很被动的觉得 大家真的很想看 大家真的有感受到 我是因为想要印和大家想看 我才去写 但是同样如果大家不按赞 我会真的不想写 我很诚实 触及啊 把文章看完啊 对 然后里面只要一出现一个干字 我就会被组 对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后来才发现 但同样是 我还是好开心 大家愿意转发 大家愿意去看 但我觉得各位看我们 看任何的文章 或看任何内容 就随着心情去做就好了 那现在也出了书了 可能跟之前不一样了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很自然的看三咖啡 然后矜持这样就可以了 好 就请大家书迷们 文章粉丝继续的看三咖啡 如果觉得不错的文章的话 大家转贴啊 转贴 让这里 破六万 好不好 破六万 那么其他的听众 如果听了这一集 觉得喜欢的话 欢迎来三咖啡 光顾一下 体验这里的餐饮啊 还有这里的喜剧氛围 那听了本集 怕开始觉得喜欢的话 也按个五星站 然后介绍给你觉得 喜欢咖啡 或喜欢喜剧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跟阿福 来录到这里了 跟大家说一下 拜拜 拜拜